贺女士万万没想到 丈夫会喜欢上自己的闺蜜 因为这件事 她颇受打击 一下子就病倒了 我撂血了 在医院住院了 她当初不回事 她撂血了 关我什么事啊 看到丈夫对自己默不关心 贺女士气得 独自回老家养病去了 可是还不到两个月 贺女士的朋友就劝她 赶紧从老家出来 守在丈夫身边 别人告诉我 你再不出来 你这一切都什么都没有了 已经有人暗示我了 看到了 贺女士半信半疑 她急匆匆来到丈夫身边 回来后经过一番观察 她发现 丈夫确实不对劲 我就发现她天天不对劲 天天一扑手机 就这样子撤着撤着 不给别人看 电话一响 把电话一挂 然后出去打 一打打打两个小时 然后我问她 我是谁电话 朋友的 我这朋友要打那么久 我那么多干什么 朋友聊个天就不行吗 那么多心 你心病那么重 以前是天天晚上回来的 后面她就不回来 天天在外面 说今天去这个朋友那里睡了 明天去那个朋友睡 直到二月份 我就直接找到她工厂去 她那天是在打麻将 我就傻傻地站在那里 等她打完 结果那个女的就开始打电话过来了 打第一个电话 她是要躲避什么 我在打麻将 等一下再说 隔一分钟 那女的又打过来了 她就不接 把她挂掉 过一回又打过来了 最后我就把她手机抢过来 我就接了 我说你是谁 对方就把电话挂了 挂了过后 她的手机就一直在我手上 后来那女的晚上 就主动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她老公是我朋友 我们以前也是同事 你老公打麻将 欠我的钱呢 欠了两个月没还 当时我也信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排查手机不对劲 他们聊得暧昧细细 拍的照片 去公园里玩的视频 全部在手机里面 你现在应该给我一个交代了吧 那个时候就想你分啊 她完全无视我了 无视到我不存在的那种感觉 最严重的是 有一次下雨 晚上12点下雨 我打电话要她来接我一下 她刚好跟那女的去逛街了 我一打电话 她就把我拉黑了 然后我用我老乡的电话打给她 她说干嘛 我说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关你什么事啊 不要把事态夸大 我没有夸大 我一点都没夸大 我说你来接我 我接你去死好不好 我来接你 我当时那个时候 当时真的很失态了 那天晚上下好大的雨 我在雨里面滚了一个小时 我那个时候滚的是什么 放不下 那你说这个事情 我也没向你承认过错误吗 你那个时候回都没回来 还说承认错误 你就少说这些 那你说那个事情 我没给你道过去呢 没有 那个时候 我影子我都见不到 还谈道歉 我连小哥那时候 就画的机会都没有 还谈道歉 为什么经历了那一段呢 她那个时候 回家了嘛 没有在身边吧 发生了这些事情 没有控制住自己吧 那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打算 没有说什么 抛开婚姻的这种想法嘛 这件事情不是向你道过歉 承认错误了嘛 对不对 上午写的保证书 下午约到女的去吃饭去了 这就是你给我保证 直到后面 我把这个事情 告诉这个女的老公了 事情发生大了 他们才开始慢慢断了 那个时候我对感情失望了 我那个时候是纠缠要离分 我自己也忏悔过 也跟她道歉过 但是她现在的动不动 还是就这些事情不放 这十多年都没有解决 反正就是这样子 一直吵一直闹 反正离分就是天天唱 虽然张先生已经认错道歉了 但是贺女士对丈夫 仍然是一顿痛批 丝毫不留情面 因为丈夫的这次背叛 狠狠地伤了她的心 她对感情已经彻底失望 贺女士不再奢望丈夫 能够对婚姻忠诚 而是寄希望于 丈夫能对家庭有责任心 为了养家糊口 她和丈夫商量后 开了一家养生店 然而在经营店铺的过程中 丈夫的表现 却令她大跌眼镜